环顾全球目前天灾人祸贫传 像是缅甸 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叛变 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另外人类不断地破坏大自然 有许多的动物失去赖以为生的家 有一句话说众生贡业 因此上人在今天志工早会上头 就呼吁了 唯有人人走在正确的方向 守住心灵轨道 守好口欲 世间才会祥和平安 天天看到人间 大自然的环境不调和 又看到了人心的 起心动念的不调和 这是很令人感慨 又是奈何呢 灵方妙妖要 再一个爱 再一句 再见 人人所规矩 人人所可欲 如果人可以收规矩 收靠用 要好好地守好 心灵的轨道 就是这么简单 期待着人人平安 和默相处 唯有一个 人人要坐在正法的轨道上 这就是无言大直的智慧 只要人人一分分的爱 浮动起来 不也就是可以帮助人啊 这就是佛的净土 MING PAO CANADA